大家好,这里是环球洞察,我们将为您带来国际时事和时政资讯,观看前请大家订阅并开启小铃铛,您的订阅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,本期精彩看点,近日,解放军战机近日频繁进入台湾空域,两周内八次,可谓前所未有,固然是为了震慑台独,但同时也是反制美国军机近来多次在台海周边出没。 民进党当局向来把美国当靠山,指望美国保护台湾,但美国军机越是猖狂,解放军的反击手段越是强硬,解放军军机已经常态化循环海岛,以此增加台湾空防的压力,让台军急于应对。 解放军战机多在台湾东北空区域训练,近期则在西南区域巡航,这是因为解放军需要在台岛两端的两大海峡演练军事足迹能力,一个是台岛东北空域的宫古海峡, 另一个是台岛西南部风域的三巴海峡。 有分析指出,一旦解放军钳制住台湾岛这两个出海口,并封住了台岛东部海域,就彻底实现了对海岛的战时封锁, 尤其是避免战时台军战机战舰,以此作为通道逃往外海或美军基地。 此外,美军运输机和反潜机频繁出没在海岛两侧,甚至穿越台岛空域时,解放军战机也在实施演练,对美军战机的有效拦截。 美军送上门,解放军岂有错过之理,中美战机在台海较近,台当局犹如惊弓之鸟, 民进党当局迄今不承认九二共识,破坏两岸关系,导致台海局势紧张。 大陆军机八次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,包括多架苏30战机、运8侦察机、歼10战机以及轰6等。 与此同时,美军派遣舰艇穿越台海的次数增加, 美军多架侦察机几乎每天穿越台湾附近空域,种种迹象表明。 蔡当局以五巨统,以美巨统的步伐正在不断加快,而这正是台高两岸对立的根本原因。 一方面,美军已经着重在亚太地区开始发力,力足应对亚太。 地区高端战争发展高超声速武器与反高超声速武器,谋求在亚太地区盟国基地部署中程导弹,准备向亚太地区部署特检部队。 另一方面,美国不断发出错误信号,频频对台军售,出现在台海边等等。 这一切均表明美军在亚太地区,穷兵独武的行为正在打破该地区军力平衡,破坏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。 台当局以为美国的大腿抱得越紧,他们的政治得分就可以越无限地高下去。 台湾的激进路线也因此越安全,但是随着中美的博弈加剧,也随着华盛顿在威逼中国大陆的方向上越走越远。 近期,美国计划再次向台湾出售武器,美国计划向台湾出售MQ-9死神无人机。 死神无人机非常先进,美军在2020年1月3日暗杀伊朗特种部队,高级指挥官苏莱曼尼少将使用的就是该型无人机。 美国将这样一款可以实施定点清除的无人机出售给台湾当局,其用意极为险恶。 近段时间以来,台湾频频向美国购尽武器,美军将总价1.8亿美元的MK-48鱼雷销售台湾, 另一项关于美国对台军售案得到台湾防务部门证实。 此次台军要采购的是美军战机鱼叉导弹总价约合17亿美元。 根据台媒消息,全岸若顺利通过,导弹最早可于2023年编入台军海军服役。 在当前两岸形势复杂多变的节骨眼,民进党当局的这一操作可能会更加激怒北京,加快武统台湾的步伐。 其实台湾够尽美国武器,完全是一种不定期交纳保护费行为,走不出交保护费的圈。 尤其对于目前急功近利的特朗普政府而言,先前的1.8亿美元鱼雷案显然没有吃饱,才会在鱼雷之后再搞鱼叉。 台军买来的装备一般都是二手货或者濒临淘汰的产品,且相关配套技术很多跟不上节奏。 台湾方面作为买家,对于买什么没有丝毫主导权。 军购过程如同开芒盒完全是美国方面给什么,台湾当局蔡英文就抬嘴叼什么。 在当前国际局势及台海局势绝诡情况下,不管是从美国对台军售的角度,还是从台湾对美军构的角度,政治味道都远远高于军事味道。 换句话说,所构进的武器是否会使用在战场之上,或者究竟发挥出多大作用,似乎不是他们关心的重点。 恶心刺激甚至激怒大陆,打乱国家统一的节奏,才是美国方面的真实战略意图。 若民进党一直跟着美国节奏跑,台湾会变成第一岛链的炸药桶。 美国方面一直希望民进党当局能够增加军费投入。 美方作为目前台湾军事装备的独家供应商,更是面临着大批陈旧装备的处理和更换。 美军需要的是美元,是军费,既然新台币比较容易拿,美军自然胃口大开。 另外,民进党当局若紧跟在美国屁股后面跑,武器弹药必然越积越多,战争风险也会越来越高。 有分析人士指出,鱼叉导弹性能其实不如台湾自己研发生产的熊二熊三两型导弹,而台湾采购鱼叉的目的,是为了获得美方的军用GPS使用权,提升精准攻击能力。 但这种交易,相当于把刀把置于他人之手。只要美军官关闭GPS,台军攻防系统就会变成一堆废铁。 民进党当局标榜的防务自主,将彻底沦为六胜无主。 近日,有消息称解放军8月在南海展开模拟夺取东沙群岛演习,并称这是台海危机后24年来最接近战争的一刻。 而岛内一些人更担心的是,一旦解放军武统台湾,台军能否顶得住24小时? 岛内媒体称,援引日本共同社消息称,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李大光,在香港的《紫经》杂志8月刊上发表文章透露,解放军将以夺取东沙群岛为目标,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,为应对大陆夺岛演习。 台军方已经派出加强连携防东沙群岛,是20年来首舰,按照王定宇的说法,有铁军部队支撑的99旅由美军训练,具有反登陆反工匠的能力,以少博多士最大特色。 然而,他口中的精锐部队上一次出现在大众视线,还是因为汉光演习。 7月3日在预先进行的特种兵两棲演习中,99旅发生翻挺事故,造成两名士兵死亡。 7月5日99旅负责训练的军官因压力过大而自杀,大概是考虑到这一点。 王定宇又说,台军已做好最坏打算,但台当局其实心里很清楚,一旦解放军真要夺岛,防势绝对防不住的。 一方面,东沙群岛地势平坦,是典型的义工男手。 另一方面,即便台军派驻了加强连,岛上还部署了空军的雷达分队,海军气象战,迎击守备队等等。 但其助防能力对于解放军来说实在微不足道。 在东沙军演消息刚传出时,由岛内军人曾分析称,一旦解放军以夺取东沙岛为目标,摆在台军面前的共有三套作战模式,撤离,与岛共存亡或投降。 而最近在岛内颇受欢迎,由台退役海军上校黄征辉执笔的新书《24小时解放台湾》,更是分析了武统台湾的三种可能,分别是,大打烽火连天,小打金贼秦王,不打窒息封锁。 但无论哪一种从战争发起到结束,都在24小时之内,从解放军的角度来看,我们从没有放弃武统这个选项,只不过随着解放军的武器更加先进,对台作战时可能用到的火力投射平台更加强悍。 台湾一些人越来越有危机感,所以拼命在媒体上制造渲染威胁,而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们在心底里认为,解放军的演习有可能变成真正的夺岛,凭借解放军现在的实力可能性非常高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,您的观点是什么呢?欢迎在下方评论,感谢大家的收看,欢迎点赞订阅和点击小铃铛,也欢迎您在评论区发表您的想法和意见,我们将给您带来精彩的世界时事。